你今天必须带我回家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我现在浑身没力气 你赶紧带我去吃大餐 你别吵吵了 你是谁啊我就带你回家 穿的衣服脏兮兮 头发也乱糟糟 像半个月没洗过澡似的 我压根就不知道你是谁 我这忙忙的工作没时间 你赶快离开这吧 我的傻儿子呀 我是你爸爸呀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爸我这些年过的苦玩 我是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你工作的地方了 你真是难大十八遍呀 真是越变越帅了 你仔细看看我 我这些年也没怎么变呀 就是老了沧桑了 现在我找你来享福了 原来是你呀 咱们二十多年没见了吧 你不是抛弃妻子 跟别的女人远走高飞了吗 现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是骗子吧 我没有父亲 从小只有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 千真万确 我是你爸 你忘了 你小时候吃花生 差点憋死 是我给你拍出来的 还有一年晚上下大雨 你发高烧 是我用邻居的三轮车 拉着你去的县医院 最后你好了我病倒了 还有你哥哥有一年调皮 差一点掉到地里的水井里 是我反应灵敏 一把抓住了他 否则你哥哥的命都没了 这些事情在我脑海里一直浮现 感觉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我记不起来了 这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情了 我只记得那个抛弃妻子的混蛋 那个喝了酒就打骂我妈的酒鬼 从我记事起 就觉得你和我妈的关系 好像没有寻常夫妻那么亲近 你总是细皮笑脸去讨好我妈 但我妈总是不爱搭领你 年少无知的我们还总替你抱不平 觉得妈妈太冷漠 但是后来长大了 从邻居们的闲言碎语里得知 妈妈怀我们的时候 你在外面找了别人 妈妈差点气的小产 生下我们之后 妈妈有心想离婚 但是在那个年代 农村离婚就是一件丑闻 再加上有两个孩子 养活我们也是个大难题 无奈之下 妈妈只能继续凑合 但是有心理洁癖的她 再也接受不了爸爸的亲近 后来你就破罐子破摔 开始大量的酗酒 什么活都不干 整天无所事事 我妈不让你亲近 你就喝了酒打我妈 儿子呀 那时候我不是年轻吗 年轻人总会犯错误的 我年少无知 你爷爷奶奶去世的早没人管教我 所以我就走上了不归路 后来却是被另一个女人忽悠了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毕竟是你吧 你就原谅我收留我吧 你开什么玩笑 你突然消失这么多年 现在突然蹦出来让我让你 你不觉得很突兀吗 再说当年我妈给过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后来你本性难改 又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 不知让别人灌了什么迷魂药 在我们八岁时带着那个女人跑了 这一晃就是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离你音信全无 是妈妈独自抚养我们长大 送我们读书 好不容易我和哥哥大学毕业了 工作也稳定了 可以让妈妈过好日子了 你现在突然就回来了 你肯定没安好心 我是你亲爸爸 我能有什么坏心思 再说我都一把年纪了 我也不能怎么真你啊 我费记心思找了你们好多年 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对你亲还亲不过来呢 怎么会伤害你们呢 你说的这些话都没用 这么多年了 你去哪里了 你还记得你有老婆孩子吗 现在我们长大了 有能力了 你又回来找我们了 你想解现成的呀 想得真美 你已经组成了另一个家庭了 你何必又来打扰我们 我当时确实意识糊涂 带着另一个女人走了 也组成了家庭 但是我们的日子没过多久 那个女人就偷了我的钱 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就是一个妥妥的骗子 我被骗之后 本想着回去再和你们过日子 但是我不甘心 再回到那个贫穷的小山村 便留在沿海找了工作 想着多挣点钱回去 给你们改善一下日子生活 但是想法很好 现实给了我重重的的一击 因为我从农村来的没什么学历 做的多半是脏活 累活 工资不多 只够养活自己 再加上看病根本没在家前 这两年我年纪大了 干不了体力活 想着自己的儿子 也长大成人了 是时候该让你们 给我好好养老了 也是该回来家 好好享受生活了 我于是四处找人打听 终于找到了你工作的医院 我的好儿子呀 爸爸现在老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我呀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 想要赖上我们呀 你当初拿了家里的所有钱 抛弃弃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老婆孩子要怎么办 怎么生活呀 现在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年纪大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让我们来给你养老了 你想什么没事了 儿子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还计较这个干什么 我孤独了这些年 该吃的苦都吃了 该承受的惩罚也受了 你们现在不过得挺好的吗 就不能可怜我一下吗 现在我们是过得挺好 可是你知道我妈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一个女人要养两个儿子 她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在跟别的女人鬼混 你在拿我妈辛苦赚的钱给别的女人花 你想过今天吗 你既然已经跑出去了 你又回来干什么 我还需要工作 你赶紧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 我知道你们过得不容易 我也知道错了 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 还计较有什么意义呢 你现在应该赚了不少钱吧 你就算不让我去你家养老 你也应该给我点养老金用 我年纪大了 该想儿子的福了 我也不多养 你给我三十万就行 我马上离开 绝对不打扰你们的生活 你做白日梦呢 放你娘的狗屁 你养过我们吗 你一个抛弃弃子的混蛋 还好意思要三十万 做你的梦去吧 这点钱对你来说 不过就是小意思 你要是不给 我就天天到这里来呢 我看你们领导 能不能接受自己的下属 是个不赡养亲爹的不孝子 我看你以后 在医院怎么待下去 作为一个医生 连自己的亲爸都不孝顺 怎么会有真心对待病人呀 我看是你的荣誉重要 还是这点钱重要 既然你说这些不讲道理的话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把我的抚养费给我 我也不多要 给六十万就行 从小到大 你没有养过我和哥哥 是不是该给抚养费 你给了我抚养费 我立马给养老钱 这很公平合理 我不管 你已经长大了 就得给我养老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也是法律条文规定的 你想摆脱责任 不可能 你不给我养老 也不给我钱化 我就赖在你们医院不走了 在这住在这吃 好 我真是怕你了 你主要是来得太突然 要的这些钱也太多 我没办法给你拿出来 你这样给我点时间缓冲一下 我和我大哥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解决你的养老问题好吧 男人集中生至先 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才把他打发走 他走之后 马上给哥哥打了电话 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大哥呀 今天咱们失散多年的老出生 突然回来了 跑到我们医院来找我要钱 要么让我把他接回家养老 要么让我们给他三十万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 而且不给海洋言在我医院吗 真是没想到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果然混蛋到老了还是混蛋 抛弃妻子 还好意思张口 要抚养费 他凭什么 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赡养这个混蛋 确实是咱们的责任 我们作为儿女赡养老人 可能真是避免不了 他去法院起诉 咱们肯定败诉 但是他要三十万养老费 他也不配啊 咱们最多一个月给八百余元 多了还真没有 也不能完全随着他 也不能完全不管他 我其实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只管生不管养 老了却要儿女付出这么多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我也挺愁的 他知道了我上班的地方 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 他肯定会经常来闹腾 要是影响了工作 那就得不偿失了 你说现在给他八百元也可以 但是如果给了那就以后断不了了 给到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 而且我这现在才刚上班 没有那么多闲钱呀 我还要攒钱买房结婚呢 我也明白你的难处 现在过日子都不容易 但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意料之外的 你说这老头年轻的时候 抛弃妻子 年纪大了就来找儿子 要求儿子进赡养义务 这种行为确实挺让人不耻的 但是如果说完全不进赡养义务 肯定是不可能的 按退休年纪算的话 他应该还没到需要支付 赡养费的年纪吧 具体咱们可以咨询一下律师 可以按现在当地最低的赡养标准来 如果给他这点钱不愿意 说句你们医院闹事 影响你工作 那可能是会有一点 那只能想办法寻求妈妈的帮助 看看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制止他 大哥 你说的也太容易了 咱们这点钱估计够呛能打发这个糟老头子 你现在是成家立业了 单独去过日子了 可是我的媳妇还没准呢 现在又摊上一个来要钱的老爹 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我可不想因为他把自己的工作梦丢呀 而且咱们现在年纪大了 你把这事告诉他 你这不是让他生气吗 到时候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 还是我们出钱出力给咱妈看病呀 花钱是小事 主要是身体痛苦呀 到底该怎么办为好呢 面对突然出现的老父亲 兄弟两人犯了难 大家说该不该忘记以前的恩怨 给老父亲养老 如果不想养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